熙熙攘攘的街道 中国大陆因为人口多 被认为是世界强国之一 但人口优势却逐渐消失 少子化趋势和全世界一样不可逆 从现在往回看 1979年至2015年 中国大陆所推行的一胎化政策 明明距离废止政策 不到十年却恍如隔世 时至今日已经从想生不能生 演变为政府希望你生 现在生活压力有点大吧 我觉得生多的话 我觉得一胎我能接受 生多的话我还是不会选择考虑的 有的人会愿意 但是有的人也会选择生一胎就可以了 那你身边有很多人 他们是想要生二胎吗 没有 我身边好多人没结婚 压力大碗肯定是 那你以后未来想要生几个小孩 我啊 从一胎化到三孩 中国大陆的生育问题始终难解 尤其常年的一胎化政策 也导致性别比例失衡 根据最新人口数据发现 男性人数比女性多出3097万人 总人口也比2022年减少208万人 连续两年负增长 这个一胎化的政策 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呢 他在刚刚开始的时候 他并不是由人口学家所建议成立的 而是由火箭飞弹专家成立的 那他们用一种数学模型来看 人口成长的数目 带来对于中国大陆的影响 其实呢 人口学者在研究发觉说 联合国研究者也提出了几种不同预测 认为中国大陆人口将在2100年 减少超过7.8亿人 较不严重的预测 则是减少约4.6亿人 最极端的预测 则将减少超过10亿人 冲击的不只有经济 还有心力 我们必须跳脱量的课题 你要反而去开始思考的 就是值的课题 尤其当长者越来越多 然后社会福利政策 没办法跟上来 然后既有的一些所谓的家庭 也崩解了 就是我们常讲的 就是说那虽然 就是一胎化政策 那照理讲 如果说社区的机能还是完善的 就是说传统的这一种 你知道在小村 小镇里面 那人与人 他其实非常紧密的生活在一起 那这样的机制也逐渐的消失 我没有人口学的估计 大概每年 有7万5千个 独生子女的家庭 他们会 他们的独生子女会死亡 就15万 对15万的夫妇 他不会失去他们的儿子 到2050年的时候 大概呢 这些独生子女 会有一千一百万的 这种说死亡的这种现象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种有很多很多的家庭 他们会 到年纪大的时候 他们将没有说 可以来扶持他们 扶助他们的这种子女 从社会的推估 家庭成员逐渐减少 少了亲人间的扶持 恐怕让人越活越孤独 社会问题随之浮现 所以我们现在慢慢会是倡议的 是在像类似这样子的 若年节 所以若年节 它可能是一个 在一个公共场合里面 它可能参加某一个 比如说音乐会 它可能是一个 所谓的原油会 它可能是一个市集 它要陆陆续让这一些人 放到这个脉络里面 让它觉得 它并不是被社会隔离 失去了若年节 也就是直接的亲属关系 学者点出 若年节更为重要 目的则是要避免出现 社会死亡的问题 也就是丧失个人存在价值 被社会忽视还有孤立 拒绝越活越孤独 从关心身边的人开始 就是第一步 TVBS新闻 许昆山 谢晨熙 丞相如是三词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